美国国税局表示 国税局已经针对了 申领劳动所得税抵免的 低收入人纳税户 那么现在呢 也有用这个新的演算机制 这个差税的机制 应该会明显的降低 我们来看详细的新闻内容 国税局统计 2022年约2300万纳税人 申请所得税抵免 总金额约为570亿元 平均每人可获减税 约2541元 国税局表示 至低收入民众申请所得税收抵免 遭查税的几率将会大幅降低 希望长久以来 查税不公平的问题 能够得以改善 他指 事办的演算机制 挑选查税的演算方式 已有调整 至于效果如何 需要有更长时间实施 才能确认 史丹福大学 密歇根大学 芝加哥大学 及财政部经济学者 曾于2023年1月 发表研究报告指出 非议公民面临国税局查税的几率 是其他足以纳税人的三至五倍 报告并说 国税级软体演算法出现问题 导致申领劳动所得税收抵免的纳税人 被查税几率增加 国税局独立机构 纳税人辩护服务处处长 埃林·克林斯在2023提出立法建议紫皮书中指出 查税对象的资格认定相当复杂 劳动所得税收抵免不当给付的几率极高 2023报税年度中 根据国税局资料 家中养育三名以上儿女的低收入家庭 劳动所得税收抵免最多可领得7430元 没有儿女符合资格的25岁至64岁 劳工最多可领600元 自从新冠病毒疫情开始 联邦发给民众失困支票 使许多低收入家庭财务情况得以缓解 但这些钱花光之后 许多低收入家庭便陷入困境 今年报税 国税局若能改善查税不合理的方式 或能缓解低收入家庭的困难 中天中望 准利报道